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少本来怕打不到 没有想到现在一周过去不到一万人施打 可是呢台湾新冠专则医院 第一线医护可是有十二万人 十二万分之一这落差之大 照这样的速度来看 这打完两剂到底要打多久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由疫苗出场到无效 六个月的效期而已 恐怕还没有打完 就已经过期作废报销了 立文这一针一剂 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是啊 而且可见得 陈时中卫福部所做的大内宣 告诉大家AZ多好又多好 然后呢再包挂苏贞昌 陈时中在第一时间带头打 都没有发挥任何信心喊话的作用 大家还是都不敢打 那怎么办 现在才十一万七千剂就打不完了 后面还有一千万剂的AZ疫苗 难道真的会滞销吗 我们来看一下陈时中怎么说的 是哪一种疫苗可以 那我是说不需要卷入 这种疫苗的这种争议 那只要有这样有打过的 我们就认为是申请条件之一 没有我们还是要 最后还是要我们眼见为时 还是让我们自己的PCR检验 跟抗体的检验有通过 才能够缩短 副长我们AZ疫苗开打一周 还不到一万人 接下来我们要是时候 要不要让第二波的人开打 还是有什么精进的作为 没有这个可能还是会 就是马上我们在演绎 应该会再扩到 什么时候的时间点呢 没有我们要稍微讨论一下 好啦所以你看 这真的是一个在资讯上面 无国界的时代 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的资讯 那这是第一线的医护 他们可都是比我们更专业的人士 如果他们都不敢打的话 那一般的民众谁敢打 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一下AZ疫苗 这11万7000剂 真的到了27号 28号甚至挂零 没有人要打 那一直到3月28号的接种人数 也不过才9000多人 不破万 然后有30亿件 所谓的不良反应的通报 其中有4件是比较严重的 不良反应事件 那怎么办呢 庄人翔在3月26号的时候说 医护需要分批接种 因此目前接种的速度比较慢 这个也太慢了吧 不要再睁眼说瞎话了啦 开放接种的医院 也从原来的57家 增加到87家 希望赶快把这销出去 配送量有57900剂 会慢慢的提高施打的效率 这个也太慢了吧 这已经太明显了 就是大家没信心不想打嘛 那振兴医院的主任就说啦 哎呦 这个施打速度太慢了啦 5万个人应该在两周内就应该打完了 才能够完全赶上疫苗的效期之内 施打两剂啊 因为这一批的疫苗 效期又比较短 那会不会过期了都打不完两剂 怎么办 要是如何是好呢 所以呢 AZ疫苗我们是买了1000万剂耶 现在才11万7000剂 就打不出去了 怎么办啊 另外 哎为什么现在是 不知道没讲西贵环境是改姓了 还是怎么样呢 陈时中忽然间帮大陆疫苗背书啦 如果是换作是国民党官员的话 他可能就是被大陆收买了 可能要反胜透法调查一下陈时中是怎么回事 3月26号的时候 陈时中部长说 未来会分两阶段来松绑边境的管制 在国人的这个疫苗覆盖率还不足的时候呢 入境者只要打过疫苗 而且是包含大陆的疫苗 都可以减少检疫的天数到7天 大陆疫苗不是完全的拒绝往来户 其实就是务实的做法嘛 疫苗只要是有效 国际认证的都可以管它是哪里做的呢 但是哎 来赢的人 尤其像我们这种人 千万不能这样讲 这样子讲我们就被中共同路人会扣上红帽子 但陈时中讲就没有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 苏贞昌也说了 只要符合标准 不会因为政治而对大陆疫苗有任何排斥 那为什么不买呢 那为什么台湾不打呢 因为怕打了以后 台湾人就通通变成统派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指挥中心说 认可不代表我们要采购 所以我们还是坚决不会买大陆疫苗的 认可大陆疫苗是要让台商拥有一条回家的路 因为台商太多人都打了大陆疫苗了 如果不认证的话太麻烦了 这就是现实嘛 这种事情你就是务实处理就好了嘛 所以许淑华就说啦 你以前不是说不会开放 现在又说要开放 政府的做法政策大转歪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做许多决策的时候 不要再用政治意识形态来考量了嘛 你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但是重点是说 为什么大家不能就事论事 套一句陈时中最爱讲的话 这要用科学的精神 这要用科学的数字来看疫苗 来看防疫 一样的 不管我刚刚说了哪里来的疫苗 就用科学认证 它到底有没有国际认证 是不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才是重点嘛 如果它不是安全有效的疫苗 就算是台湾制的 你也不能够强迫或欺骗国人去打 不是吗 好我们知道 这AZ疫苗施打率不高 为什么这么慢呢 是大家还在观望吗 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疫苗吗 但问题是 到底下波疫苗在哪里 都还不知道呢 这合约在哪里也都没有看到啊 那么民进党一直抗拒成立了调院委员会 说怕这个合约公布了 有人会从中来阻挠 影响到到货时间 不过现在也有资深的媒体人爆料 说指挥中心根本就在骗啊 因为台湾可能就根本就没有买到啊 甚至说这11.7万都是国际不要的 都是不要的 所以刚好转到台湾来而已 要逼台湾吞下去吗 我们要请教费洪泰委员 有这个可能吗 没有买到不敢签员 没有合约会 有这样的可能吗 不然为什么不敢让在野党来监督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啊 A日疫苗在还没有进来之前 他们就说进来以后 我们就快速审查 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开打 3月3号进来的 什么叫开打的 3月22号 将近三个礼拜 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啊 A日疫苗从上礼拜一开打 到昨天为止 今天我还在卫护院委员会 别的委员问 我就听得清楚 不到9500个人死打 一个礼拜了 我们全部只有11万 11.7万剂 连陈思中自己都讲说 这11万多剂 快到台湾Landing的时候 他才接到通知 这个疫苗来 这疫苗是属于 1000万剂里面的一部分 我想我们大家 就算没有人做生意 大家也知道做生意 我不会给你要突然进来 给你进来一个零头 所以因此 光从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有太多的疑问 第一个 陈冲 不是陈冲 林权所代理的东洋 为什么会破局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个清楚 当时外面讲得很清楚 那时候 价钱还没有公布 31块美金 3000万剂 为什么会破局 为什么后来会多 那个吴伟员出来 吴伟员到底是谁 后来又讲说 这吴伟员 这都不是在野党政 这媒体公布的 两家媒体公布的 这吴伟员他们要 挑过香港的雅克城 一计 还不含冷链处理的费用 45块钱 31块的不买 就买45块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理 吴伟员到底是谁 这个事情 到底是什么回事 同样的 再从立法院线内也传出来 到底这个买疫苗的决策 是从农农府做决定呢 还是新增行政 苏生做决定 还是陈时中的预防中心 指挥中心 他们来做决定 现在没有人搞清楚 第四点 就是刚才谈到的 疫苗的价格 到底是多少 很多的媒体都披露 Asian疫苗在欧洲买 两块钱 三块钱 最多买到四块钱 我们到底是买多少 一千万剂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到 刚才您问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真的不知道 到底手头上有多少个疫苗 没有人知道 我们之所以要提 这个调阅文汇 刚才我讲的是五点六点 就是大家所迟疑的 可是他老是在 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要帮中共讲话 从我的废红太嘴巴里 从来没有讲过说 我们要买中共的疫苗 我们要打中共的疫苗 不要去歪楼 不要去带风向 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 告诉我们真相 大家才敢去打疫苗 否则你现在看到 这疫苗布局牛步 我们的防疫 已经从超前部署成了 慢了好几拍了 尤其现在台湾 还面临到缺水的危机 不过苏贞昌他好委屈哦 他说呢 要不是他 台湾早就停水了 我们各地的抗旱水井 都有优先开早 各地海水淡化 以及污水再生循环使用等 也都有优先超前部署 或者早已经限水了 那么他也提到 要不是他做前瞻计划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 可能很早就限水了 这句话也是乱讲一通话 好 现在下雨 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干旱的问题了 台湾终于要进入了 分区限水的问题了 就从4月6号开始 首当其冲 就是台中 北彰化跟苗栗了 要供水五天 而且要停水两天 一百多万户都会受到影响 当然苗栗是非常的不满啊 不过我们要来看看 这水库的确是告急哦 我们看到蓄水率 已经不到一成了 但是苗栗可是水的供应线 也是全台水库最密集的地方 平常还要支援新竹台中的用水 可是现在水情告急了 先关你苗栗的用水 用水大户新竹怎么不停工呢 好 苏贞昌说 是我的功劳啦 在三年前呢 我还饮水 把十门水库有20万吨的水 都每一天哦 就送到新竹去 否则这百年难得的旱灾 现在呢 早就要停水了 好 不过呢 这个听的苗栗民众心好痛哦 那你怎么不对我们苗栗好一点呢 于是前任立委孙大千就质疑了 去年在台湾就已经出现了56年来 首度没有看到台风的情况 那你怎么没有在去年的下半年 早早的安排备用水源呢 经纪部长外面花 你根本是鬼扯嘛 你说你们早就超前部署了 早就已经开源节流 是真的吗 其实是误国害民 自己难辞其咎 当然苗栗人的怒火 大家都知道 来看到国民党立委就说了 要停 大家一起停 因为我们苗栗供水给很多的县市 为什么不大家一起停水呢 而苏贞昌马上回应 说现在苗栗水库 已经没有在支援新竹了 我没有骗你 我没有骗你 真的是假不了 那这个是真的吗 我们来看到 这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第三管理就公布了 他说原水由东兴进水厂 处理之后供应竹南 头粪 造桥等地区的支援 看到了吧 我们有供应到新竹铁路以西的地区 而且又提供竹壳用水 民众说 哇 我看我们的政府官员 可能是睁眼说瞎话 真的已经说习惯了 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明明就有供应新竹 还说现在都没有供应新竹呢 我们要请教志强议员了 这个缺水找苗栗县开刀 那苏贞昌所谓的超前部署 难道 难道其实也分颜色吗 事实上齐雨找紧谢真昌 这是现在民进党治水三大法 八宝 就是不下缺水 大家就赶快这个齐雨 齐雨不行就挖井 挖井不行就谢谢苏贞昌 因为不是苏贞昌 拜托早就陷水了 还拖到现在 你们早就渴死 所以全部来谢谢我 我觉得政府 现在状况真的是非常奇怪 就是说 目前你遇到了缺水情况 尤其你要拿苗栗仁先开刀 你应该要先能够体谅苗栗仁的心情 为什么还要去讲这些 我们讲X话呢 去激怒大家 那第一个我们要讲 你要去想苗栗仁是怎么想的 全国这个县内 他们的水库面积 占全县的面积17% 所以他们17%的面积是水库 然后输送外县是70万吨的用水 然后却是全国第一个 公五停二的县市 那你说苗栗仁 他当然觉得说 我是不断地把水往外送 去支援外县市的一个地方 结果最后先来县水 是先来县苗栗 这一点我其实我看 经济部的回答 一直在强调说 苗栗的水库已经干了 所以我不县也不行 对 苗栗水库是已经干了 对 剩下不到一层 问题是你苗栗过去 就是不断对大家的 所谓其他外县市的水资源 是有贡献的 所以到底中间只是因为苗栗的水库 开始变得不够用 所以你就要先拿苗栗开刀吗 那孙昌昌拿的解释 完全是提油救火 第一个就是讲到说 他其实现在 你看我很棒 我把石门水库水 引到这个新竹来 对啊 那你既然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 去对苗栗来说 有只把水引到苗栗去呢 还把水从苗栗引出去呢 所以你不是拿这个做比喻 不是加重了苗栗人的 所谓的被剥夺感 那另外一个 你一直强调说苗栗水 没有拿去资源新竹 那实际上就是有啊 那因此我也不知道 孙昌昌得到的资料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在这种种情况之下 孙昌昌我觉得完全是 某种提油救火 可是当然我们要讲 缺水这个发生 谁都不愿意 那遇到了最后缺水的 最后的手段 其实限水也是一个 没有办法的手段中的手段 那这些其实我觉得 你政府好好说清楚 都能够让民众能够去了解 短期面 我们真的没有 已经没有办法 才会用到所谓限水这个手段 那大家也看到 水库确实是干的嘛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政府要拿出来讲的是 那长期面你跟我讲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以前蔡英文在讲说 要打造水环境 清善的水环境 结果拿去都去做 所谓的清水空间 现在有一个笑话说 我们现在打造 所有清水空间 都摸不到水了 为什么 在水边的清水空间 因为水干掉 其实也没有水 所以你等于是 我们把很多的建设的钱 经费的钱 不是拿来做 所谓长远的 所谓的关于台湾 去调节我们 所谓的那个水的资源 包括尤其是 可能遇到旱灾 就像孙大千讲 去年就已经可以意识到 今年的所谓的旱灾的时候 那么你政府 花了大笔大笔的钱 两千多亿的钱 可是你把绝大多数的钱 拿来是做 所谓的那种 水环境的亮点的时候 那你说民众 现在今天来质疑说 你拿这些钱 实际上并没有花在刀口之上 而只是做一个 外宣型的政绩 让大家看得舒服的政绩 那没有真的去解决 长远台湾缺水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 所谓短线的一个思维 那民众当然会有所批评 所以我跟奉劝 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解决问题最重要 不要再讲什么 要谢谢她的这种 坦白讲真的是干话 对 现在来看 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 刚才志强议员讲到的 就是蔡政府在2017年 推出的前瞻计划 花了好大一笔钱 25007亿元 用在水环境建设 目标非常的宏大 就是让台湾不要缺水 有水喝也不淹水 花了千亿治水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好多人 这一桶一桶的水桶 都买起来了 商家三天可以赚到50万 因为好怕没水可用 我们要请教驾驭立委 这钱用到哪里去了 到底执行上 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 大家全民一起来想办法 其实当然就是说 水环境的建设里面 很大一部分在清淤 所以去年我们的清淤量 1440万立方公尺 是历年来说 有平均值最高的 那除了清淤之外 其实节约用水 是大家要去共体时间 要共同去做到 像我们家昨天地下室 就淹水 然后我看管理员那边 少说怎么会淹水 他说有人洗手 竟然水龙头没有关 然后地下室的水 就卸了一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国人长期 对于用水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水费 相对之下 真的是非常的低 那台湾的这些水资源 或是我们的降雨量 跟其他国家比 其实真的没有缺水的问题 大家也没有这个意识 所以长期以来 这样子的一个浪费的习性 或者是说 这样子一个 没有节约用水的观念 其实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要如何在未来 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部分 那另外也很多人去拿 以色列这个对于水 他们是几乎是沙漠等等的 他们却可以把这个水资源 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方向 但是我是觉得说 现在台湾确实是面临 这个56年以来 最强的这个旱灾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们会有台风不来 然后不下雨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觉得说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就是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去正视 包括说很多人提到漏水的问题 老旧的管线 在我们这次前瞻里面 其实有很多是新街管线 要去补漏老旧的管线 让新街的管线能够去输送水 包括说很多地方上 大家对于水库等等这些概念 因为包括台北市之前 翡翠水库接管 然后让新北市供应翡翠水 然后能够让石门水库的水述送到新竹等等 这些一点一滴的建设 其实也都需要花时间 所以当然很多人批评说 这个前瞻计划到现在 怎么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成效 或者是说质疑说 是不是不够 但是其实政府一直有在做 可能就是说 因为今年的确实旱灾 还有这个气候极端的这种现象 确实比往常更来的激烈 所以我觉得当然超前部署跟提早因应 都是政府该做 前瞻本来就是应该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可能只是做的成效跟效果 大家觉得不如预期 这个我觉得政府该检讨的还是要检讨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呼吁就是说 大家是不是养成节约用水的观念 这个政府也应该要宣导 因为如果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观念 其实能够省下来的水 绝对是超乎想象 而我们浪费的水 也绝对是远大于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水 立文委员怎么看 对民进党来说 好像地下道的清云工程 不是他们最注重的 因为从这个水环境计划里面看到了 其实包括了部件连到管道 这个达成率只有15% 三年来只做了15%而已 不过打造清水空间的执行率 哇 高达七成 这是不是一贯民进党的作风 就是放烟火的感觉起来 做的是很扎实的 我觉得要看一下 我觉得选民啦 我觉得选民的素质 必须要自己要自我教育提升 如果我们的选民 对于实际上公共政策 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真的会影响我们国家竞争力的政策 都毫不在意 只在乎放了多少烟火 只在乎就是说刚刚讲到的 公园整理得很漂亮 这种很表面很肤浅的东西的话 那政客当然不会把钱放在这上面 政客当然会把大把大把的银子 譬如说给大港开唱 那么台湾长期累积了很多的 基本的问题 我们其实很多的设备都已经老旧了 我们其实很多的概念 已经跟不上这个数位时代了 但这些都必须花大把的银子 做根本的教育跟根本的翻修 譬如说水的这个问题 那民进党这么会做大内宣 为什么不把这个大内宣的功力 放在刚刚嘉宇委员讲的很好 就是台湾人没有节约用水的习惯跟概念 因为我们的水费太便宜了 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一支 节约用水的广告 教国人怎么样节约用水 那除了我们一般的民生用水 大家要有节约用水的观念跟习惯之外 其实大户的浪费 工业用水太过便宜 所以没有诱因嘛 当你的水价提高了以后 你看它会不会节省 所以这就是成本效应的观念 那你是不是长期以来都让这些工业大户的用水 好像等于是占我们小老百姓的便宜 这种政策上的不合理 必须要修正 比你花几千亿去清淤有效 台湾要盖新的水库 没有沟通的能力 只要环保团体反对 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水库 但你看旧的水库 你要花多少的钱去做清淤 然后它的水库的那个使用率 它其实已经越来越降低了 这是台湾长期面对的问题 那其实有一个比较便宜的 就是污水 污水的重新再利用的 这样子的一个污水的工程 那台湾因为如果海水淡化 它的成本太高了 海水淡化比较贵 但是污水的重新使用便宜很多 那你有没有整体的政策 去面对台湾长期缺水的问题 不要从去年缺水到现在 已经整整一年了 然后现在还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感谢政府 哇塞 我们现在是每个人看到苏贞昌 都要回避下跪 然后要低头感谢他了吗 苏贞昌这个吴皇万岁万万岁 简直是德政啊 否则我们今天怎么还可以在这边 有水喝有饭吃 这也太离谱了吧 都已经缺水了 还要叫我们要感谢他 为什么可以这么嚣张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新疆棉被欧美企业指为是血汗棉 压榨 劳力生产 违反了劳动人权 所以欧美企业被大陆抵制 逼得艺人都要出来表态 这事情是越闹越大 在事实情况都还没有确定之前 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批评 艺人不知轻重 到底新疆人权在大陆有没有受到重视清楚了吗 不要忘记台湾的远洋鱼燕 在去年年底也被美国批评为是血汗海鲜 所以到底是歧视 是丑化 从头到尾抵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立文清楚了吗 就是很多这一类型的议题 它到底是纯粹的是人权议题 还是说是经济抢夺市场的问题 还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它是复杂的三个层面纠葛在一起 还是只是单纯的其中一项 有时候你真的会搞不清楚啊 好 我们来看这次的事件呢 最主要是陆媒报导 它报导什么呢 它报导说HM 其实台湾很多年轻人还蛮喜欢去买的啊 具用新疆棉花 哇 不得了了 3月15号当天 包括Nike Adidas的市值合计 就蒸发了人民币733亿 折合美金是110而已 因为整个就群情激愤嘛 你也可以想到大陆网友就开始抵制啦 民族主义就掀起啦 因为一想到拒用新疆免二话不说 不问理由就想说一定又是在讲说 新疆的人权有问题呀 新疆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啦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好几年了 是在香港问题之前 就已经开始全世界在关注新疆 是不是人权出了问题 好 那么因为这件事情的关系 前面血迹斑斑啊 只要遇到类似的事情 台湾艺人更惨啊 所以说这一次呢 很多艺人就学乖了啊 不要再等到最后不可收拾了 超过40名的中港民艺人 就通通表态要挺新疆棉 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用新疆棉 我们不会去用那些拒绝新疆棉的厂牌 跟他们划清界限好不好 包括彭宇愿解约 张军宁也解约 许光瀚 欧阳娜娜都跟这一些被点名 在黑名单里头的大厂牌来解约了 免得遭迟余之殃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也很凶了 跳出来驳斥了 他说所谓新疆维吾尔族的问题 也只不过是美国企图从内部来搞乱中国 恶指中国的战略阴谋 这都美国人的阴谋啦 美国跟几个西方的盟友啊 污蔑了新疆 居然还存在什么强逼劳动啦 强制绝育啊 甚至种族灭绝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华春莹就呛瞎啦 他说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也不是叙利亚 你也不要把我们当做是当年 八国联军铁蹄下的晚清啊 哇塞 讲话真的好有梗喔 但是讲了半天 到底新疆年是怎么回事 到底新疆有没有这些事情 大家还是搞得捕撒撒 又为什么HM会忽然间有这样一个抵制的行动呢 不过呢 余波荡漾马上就荡到我们台湾啦 哎呀 我们的这个表态政治 马上苏贞昌就第一名在这种事情上 绝对是不落人后的 苏贞昌就说了 有人不知群众 这骂的是谁啊 可能就是刚刚我介绍过的这些红新门啊 不知道人权的重要啊 马上就教训他们了 好 李永德我们的文化部长也说了 这些艺人啊 不要因为个人利益 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倍数 哇塞 好大的一顶帽子就扣上去了 这文化部感觉像好像在威权时代的文化部 你为艺人都是你管的 是吧 都要听你的话嘛 好奇怪哦 那这个王美花就被问到啦 说那是不是台湾就干脆通通禁止 新疆棉进口台湾算了嘛 他就说 诶 王美花的态度不一样 王美花说 如果联合国禁止的话 我们才跟着禁止 表示说联合国也没有禁止 台湾也不敢禁止新疆棉 其实我们从新疆进口的 这个农产品多了 不止新疆棉哦 包括大家爱吃的枸杞啊 包括大家爱吃的红枣啊 通通都是新疆进口的啊 台湾要不要通通都来抵制呢 好 诶 还有我们这个 郑运棚伟大的委员啊 马上也来凑一脚刷存在感 在他的脸书上就开骂啦 说爱穿无良新疆棉绘 就诅咒人家就对了啦 但是马上就被网友抓包说 诶 拜托 你当时又拿出来 秀的钢弹模型这么大一个 看到没有 Made in China 你也不需要在这边刷存在感 在这边蹭流量了 那但是这件事情 倒是我刚刚说的纯粹人权问题吗 还是比戈人的营流呢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前美国国务卿幕僚长的发言 Well the CIA would want to destabilize China and that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do it to form in unrest and to join with those Uyghurs in pushing the Han Chinese and Beijing from internal places 看到了 Wilkerson这段视频之后 他们会更相信自己政府的高官呢 还是继续相信那几个拙劣的演员呢 我要正告美方 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当年八国联军 铁蹄下的晚清 中国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事实和真相 将戳穿所有针对中国的谣言谎言 似乎感觉上这几年 都弥漫了这样的一个氛围 就是说整个的西方世界呢 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崛起 非常的存在戒心 那么对中国高度的经济发展之后 并没有像之前他们所想象的 自由啊 民主啊 人权啊 都完全按照西方化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 尤其这几年在新疆 我刚刚提到了 对维吾尔族人 因为这几年来 我们大家看到了很多 IS的这种激进派的一个恐怖主义 那中国大陆很怕蔓延 进入到中国大陆内部的 这些穆斯林的族群 所以开始进行比较严格的管控 而在这中间就不断地传出来 是不是有大规模的 违反人权的一些行为 引起了西方高度的关注 但是也惹毛了老共 老共觉得不管是新疆啦 或者之前大家关注的香港 甚至于台湾 都是所谓中国内政的问题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 干嘛回来管我们家的事情 老共的反应也很大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当有H&M来爆发出 是不是要拒用新疆棉的时候 我们看到老共用高规格的声量 再度地呛吓回去 就跟当时在安格拉制跟布林肯 两个国家跟美国国务卿会面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罕见的杨洁篪 用很强悍的态度 很高的声量 呛美国呛回去 这似乎符合中国大陆内部政治正确的音调 就是要强悍 要民族主义崛起 要有中国人的骄傲 民族的骄傲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带动 美中双方大国的对峙 台湾夹在中间 真的是很不好受 台湾很难为 尤其在批评别人人权问题的时候 恐怕也要想一下 这蔡政府的人权 有跟上国际的脚步吗 有容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吗 否则呢 怎么会轻易地关掉电视台 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呢 明明是防疫优先 那怎么停办两年的大港开唱 在高雄登场 可以涌入上万粉丝呢 高雄举办大型演唱会大港开唱 现场人潮汹涌 但防疫措施可没好好遵守 有人口罩戴一半 甚至整个拿下来 吃东西也没有在规定地方 难怪会有家长不平衡 在脸书抱怨 家长为自己的女儿抱屈 认为人数众多的演唱会照常举行 但停办的反而是台下 只有评审的音乐比赛 希望改延期 但还是确定终止 学生甚至只能放弃读音乐班 让家长忍不住大叹 真的停得很冤枉 欢迎想到学生成绩的音乐比赛 那这部说不行 防疫优先不行举办 然而我们看到了 上万人几近高雄大港开唱 却可以 我们要来问问看 如果今天高雄 如果还是蓝营执政的话 指挥中心真的能够 忍住不跳出来讲话吗 志祥怎么看 其实像这种双标 已经是频繁到麻痹了 就是说学生的音乐比赛 要优关成绩的 因为防疫因素不能办 但是你看到现场 这个万人穿动 那这样子防疫好像就没什么关系 可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其实有时候也是蛮佩服民进党 民进党其实当他打定主意 要把一件事情 把它洗白的时候 你看他们就会无所不用其极 大港开唱 大家都已经忘掉 大港开唱是怎么回事 我拿一个比方 大家就知道大港开唱是怎么回事 如果说今天侯友宜市长 他办了一个什么大事开唱 然后上面开始就骂指的蔡英文 用性器官来比喻蔡英文 然后然后去骂说主张台湾独立的人 用三字经去鸟他们 然后去骂所有跟他政治立场意见不一样的人 就开始在台上开始痛鸟 那是新北市政府补助的音乐活动 我请问民进党会放过侯友宜吗 绝对不会放过侯友宜的 侯友宜大概死一百次 大概都不够吧 可是大港开唱在过去最大的 最有名的事情就是 他们直接拿着政府的补助 那是政府的钱 我说实在话 他如果要骂任何人 没有拿政府补助 我都没有意见 你要在你的所谓的那个 YouTube上像馆长一样 去用三字经 狡骗全世界的人 我也没有意见 可是你拿政府补助的时候 你上来用性器官比喻韩国瑜 去嘲笑韩国瑜 然后用三字经来去 狡骗支持两岸家亲 跟支持九二共识的人 那抱歉 里面大港开唱补助的钱 难道没有韩国瑜支持者的 纳税人的钱在里面吗 难道没有所谓的支持九二共识 或是支持克文哲 两岸家亲的人钱在里面吗 今天你如果说一个音乐活动 你有骨气一点 你不要拿政府的钱嘛 那你要去骂谁 在唱你编一百首歌去骂国民党 去骂在野党 然后去监督在野党 去歌颂执政党 去美化蔡英文 我觉得那都是你的自由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 就是要拿政府的钱 十年下拿五千万 不是小数字耶 那这种钱拿进来以后 你去办这个大港开唱 那是因为这个缘故 大港开唱有一段时间 被社会大众踏伐 所以停了两年 那现在他们要重新复办了 就搞得好像完全云淡风气 没有这件事 当然这一次可能学乖了 不再会有这个事 因为或者是选举还没到 所以还不需要那个阵头上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光这个演唱会 就好几重的双重标准在里面 第一个双重标准就是 你可以用政府的公堂 去用一个音乐活动 来去修理 所谓跟你政治立场不同的人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在防疫的当下 别的任何的人办的活动 你就会拿一个防疫 放大镜去看 你这个有防疫问题 我要修理你 你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 之前还记不记得 在防疫的期间 然后就去修理 来营营的谁谁政治人物 没有戴口罩 口罩没戴好 捷运上被照到 照片 对 那现在呢 你遇到自己的 那个什么执政县 所办的活动 那个镜子突然不见了 什么都可以的 所以这就现在 我们看到说 从头到尾 都是双重标准 看到在防疫 变成是一个双标的 两边认 我要用的时候就用 我不用的时候就放过你 还有一个人也是一样 被民进党 在防疫的方面 修理得很惨 他是谁呢 他就是WHA的秘书长 谭德赛 然后现在呢 为了伊波拉病毒呢 美国国安会 还有WHA 共同举办了高阶会议 看到哦 世卫 这个秘书长谭德赛 还有萧美琴 是线上同框了 而且台湾还捐助了 25万美金 来帮助非洲 来抗伊波拉 台湾Can Help 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来 把我们送回WHA呢 台湾已经中断 四年都无法出席WHA 现在美国说呢 要挺台湾 进入WHA 真的台湾会有机会吗 不要忘记去年 网军明代炮火 一致狂骂谭德赛 而且是骂得很难听 跟WHA要划清界限 还说人家呢 是疫情蔓延的元凶 如今近视前嫌了吗 我们想问问看 贝委员 你觉得人家愿意 跟我们近视前嫌吗 这个画面 我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不是很远 就是去年 民党的政治人物 还有那个一些1450 刚才如同主持人讲 骂得真的难听 甚至用歧视性的语言 讲到人家的肤色 肤色是我们父母 生给我们的 难道有错吗 你怎么会想到 用肤色去攻击 因为他不支持你 或者是你认为 你不喜欢的 这个WHA的秘书长 我觉得是个历历在目 今天又开始 我们是好朋友了 去拥抱了 透过你的组织 我去捐给非洲 20万美金 我相信这一般正常的人 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可是在我们旁观者看 真的是很差 就像陈思忠 我们还记得 去年的史词为了小民 为了我们的侨胞要回来的包机 百般的挑剔 陈思忠讲了什么话呢 当你为什么要选错 选错国籍呢 当我们从日本接回来的那些侨胞 通通没有关系 从其他大陆的城市 尤其武汉接回来 哇塞 那个脸色 我觉得我奉献呢 这个现在的执政党 做人要一致 就好像你处理事情 刚才智翔讲的 永远让人觉得是 你是双标 是两套标准 我爱你 你就是我的朋友 什么都可以无所谓 我讨厌你的话 哇你都是什么什么 叉叉叉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府实在是很糟糕 而且对藻礁公投 似乎也是有不同的方法 在进行当中 我们就来看到 藻礁公投成案了 但是呢 目前民进党还是不断地 希望可以转环 希望可以跟领衔人来会面 不过之前呢 潘中正他因为怕被摸头 所以破局了 然而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潘中正已经证实 已经决议 两周内就要来见面了 有人说呢 看起来现在府运党是绵密出招 营造很重视环保 很重视藻礁 但是问题来了 到底谁授权给陈吉仲 奇怪了 陈吉仲你管的是农委会 那农委会跟天然气接收站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你代表的是经济部 还是中游 环保主管机关吗 那么当然环团其实很希望 这个共事出来会是能够开听证会 希望呢 双方在辩驳 那如果有共事的话 行政经官也可以来落实这样的共事 不过前理委孙大千就认为 蔡政府其实呢 是在玩两手策略 怀柔抹黑来并进 我们要请教这个嘉宇委员 为何要派出陈吉仲 好奇怪 萊猪也是陈吉仲出面 麦凤里也是陈吉仲出面 好 到底为什么连现在 藻礁也跟陈吉仲有关系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陈吉仲主委 他过去在社运跟环团都有一些旧事 所以他认为说他在这个部分他可以去沟通 那其实对政府来讲这件事情不应该是跟环团是对立的 因为大家都是希望能够保护藻礁 只是在什么样的方式能不能兼顾能源转型跟藻礁的维护等等 那政府要怎么去沟通 那其实日前也有学者就联署要做一个平台 然后让环团可以跟政府部门来沟通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对话机制也很好 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这些误解或是批评都来自于说可能对资讯的不清楚或是没有沟通 那如果政府愿意把这些资讯 还有大家愿意是站在一起想说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都能够提出好的方案 能够有助于今天解决这件事情 对于藻礁的维护 对于再生能源也有这个帮助都能够兼顾的时候 那当然政府是何乐而不为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兼顾的时候 那这时候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处理 那我觉得政府就是要把自己的难处跟现实的状况 能够让环团跟民众清楚 所以在公投的这个案子上 我觉得民进党目前也没有要提出对案的这个态度 原因就是因为希望能够先沟通 先让大家清楚说政府其实跟大家是站在一起的 那只是政府也有一些无能为力的地方 也有一些没有办法兼顾的地方 民众能不能理解环团能不能接受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各退一步都能够接受 我觉得沟通绝对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这个帛琉泡泡成型 现在呢帛琉总统也来了 那么明天呢就要跟蔡总统会面 4月1号就随着帛琉泡泡守航回国 不过好奇怪啊 帛琉总统来是因为帛琉泡泡有了嘛 那但是为何美国驻帛琉大事业跟着来到台湾呢 这代表难道台湾很快也可以到美国完了吗 我们请问一下费委员 我真的很希望 因为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好久都没有坐飞机出国了 这个帛琉我所了解 刚才我还问一下志强 他们在1月份就拿到了第一批的疫苗 美国帮的忙 当然人他们人不算多 而且我了解 可能他现在全国大概都已经打完了 换句话说大概他们身上都有了免疫的能力 那当然帛琉很希望这时候跟他友好的国家去 我们知道帛琉的战略位置 是美国医职房者老共跟他们有关系 所以像帛琉的医疗团队都是台湾 我们台湾派去的 所以我们台湾对他的资讯也掌握得非常的多 当然帛琉现在希望开放光 像我们这种国家去他那边 但回过头来我要请教一下行政院 也要请教一下蔡英文总统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到别的国家去 随便的去参访 去做生意去观光 根据行政院讲说 我们如果开放 如果打到接种疫苗60% 就可以来讨论 现在我们是打了不到一万人 要打到60% 你知道多少万人呢 是1400万人 1400万年离这一万还有好远好远 麻烦总统好好加油 让台湾的人我们的边境 尽管早一点开放 让台湾还给台湾人民 一个旅游的旅游的权利 台湾人真的是已经闷好久 而且离六成的接种率 其实还好远好远 怎么会说国情烟火 已经要这么早就已经说好 要在高雄盛大举办了 不过说到美术国台湾人很闷 其实立委王帝宇他更闷 他闷到还要去租房子 因为他觉得免费提供的台北会馆 冷气声太吵了 真的是这样吗 带你来看 立委员司法委员会今天是特别考察了台北会馆 立委员姐这是冲着王帝宇而来吗 当然就是冲着他来的 因为玉兰姐也是女的 只要是女生正常的女生 看到王帝宇这件事情 哪一个不义愤甜蜜看不下去 一定是受不了嘛 就不诚实面对 然后东拉西扯 最后居然你看女生的颜若芳 变得这么的凄惨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毫无正义可言 毫无原则可言 王帝宇说那什么鬼话 他嫌不用钱的大安会馆不好住 所以他才要去外面跟人家分租小豪宅 拜托八千块 哪一个台北的年轻人 八千块租得到这样一个房间 他不是为了房间嘛 他也不是因为那八千块去住那里的嘛 好那你既然这样讲了 叶玉兰委员今天就带大家去 这个考察我们的大安会馆嘛 到底是哪个设施烂的 到底是哪个房 他的第一个房间的平数 比他租的平数 如果他只住那间房间的话要大 而且是套房 然后冷气也没有像王帝宇嫌弃的说 吵得睡不着觉 里面又有会议室可以开会 而且还有我们立法院的交通车 他也不用袁若芳接送他 对不对 每天早上温馨接送情 早上就有立法院的公务车 直接从大安会馆 开到那个立法院去上班 他就在大安会馆打卡就好了 也不用去弄那么多 还要从那个网路上面 download这么多台北车站的图 他又人又没有在台北车站 多辛苦啊 他就直接从大安会馆 早上上班到立法院 十几分钟就到了 很方便 很近 不用钱 这样子的环境 所有中南部的委员 外县市的委员 通通住大安会馆 只有他不住 只有他特别 他到底是哪里特别 那为什么其他的年轻人 八千块租不到房子 只有他租得到房子 而且每天房东还要帮他准备早餐 然后他还要去东拉西扯说 他不知道房东会进来跟他一起住 那他不知道房东会进来跟他一起住 他也住了好几个月 他也没嫌弃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节目的精彩内容 请上YouTube官网按赞 分享订阅 开启小铃铛 好 现在韩国呢 打算要给民众疫苗价 台湾有没有方法 也可以提升接种意愿呢 议员 就是很简单 你只要有一个足够吸引人的 一个抽奖活动 讲一下设计吸引人 比方说一个月五天 你租金八千元 让你去租房子 八千租金奖 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设计一些 那含水 汽车 含水 对对 含水 所以台湾民众 其实有时候会喜欢一些小奖励 那其实以前那个疾管署也有 以前的疾管署也有做过类似 就要鼓励大家 来去做疫苗接种的时候 但它可能是比方说一万块的领券 但是如果说像现在这个 我们讲说这次的新冠疫情 这么的重大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其实确实可以用 比较更吸引人的一些抽奖活动 鼓励大家来打吃打鱼 还是只要吃一次免费的鲑鱼肉 再吃免费鲑鱼